今天主播早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持续的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各地早晚还是稍凉的天气 尤其雷看到雷达回波图在北部及东半部这边 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降雨 因为这边水气还是蛮丰沛的 在中部的山区也有降雨的几率 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道晴 而在温度的部分 北台湾间的低温是14 15度 其他地方是16到18度左右 白天开始您看到其实北台湾的高温回升上面来说不会太明显 只有17到19度 但其他地方的高温就可以超过20度了 不过要注意这日夜温差是非常的大 而接下来就要过年了 但因为大陆冷气团开始慢慢在接近台湾 所以您看到其实从小年夜的这一天开始 天气就会明显的变天降温了 这样组织预估说 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时间还蛮长的 将从这个小年夜一路会影响到初二 气象的专家贾星星 他也在脸书上面PO出了这张图 他说除夕夜一路到初一 3000公尺以上的高空 这一条红色的零度等温线又要南下 来清洗台湾的北部 所以到时候就会非常冷 从初一的深夜到初二的清晨 如果是受到浮射冷却效应的影响的话 预估苗栗以北的空旷地区 还有可能会下探到7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最后来看到春节的天气 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也就是您从图上看到的先湿冷后干冷 明天开始其实华文南云雨区就又要开始冬移了 所以雨会从明天的晚上一路的下到除夕夜 北台湾的降雨来说会比较持续 包括了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大台北的山区 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那么看到其他全台各地 其实雨也是蛮多的 都有机会下雨 到了初一开始 水气是大幅的减少了 降雨主要会集中在东半部 到了初二初三 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 初四初五高压回流 就会开始慢慢回暖咯 那么今天的气象资讯